同学们,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这个牡丹的框架,运笔,控水,调色 今天在这里咱们再来复习一下 首先对于零基础的来说呀,可能对纸张还不太了解 那么纸张呢,我现在用的这款纸啊,是个加轩,升轩纸 就是它要比加厚升轩还要厚 当然了,平时我们遇到的纸张也是各式各样 有半生熟的,有升轩,还有熟轩 半生熟的纸呀,它加有一定的反水 所以说它晕染呢,它不是说马上快,很快就吸下去了 这个升轩呢,它就分个薄的,加厚的,还有加轩 当然了,就是我们平时画牡丹用的,画国画用的 这个熟轩呢,就是我们常说画工笔用的 我们说到这里,这是轩纸 咱们刚才说到了空笔,运笔 那现在呢,咱们就一起来,我准备点颜料啊 来讲一下,普及科普一下 咱们是如何把这个牡丹花形给画出来的 如何通过这个结构框架,我们对牡丹更深度的又简化的形式 给它做个总结,是如何给它表现出来的 首先呢,我选择用点 这个是紫色,啊,这个是个太白 我呢,要去调一点底色 你把这个毛笔,啊,准备一下 我来调上一部分水 咱们先把底色调一下 又说到了毛笔了 我用的这款毛笔啊 就是个 5.2的笔峰 啊,这个毛笔对我来画牡丹来说 就是不长不短 挺合适的 太短了吧 你画牡丹的时候呀,只能画小花辈 因为它笔峰长在这,是吧 口径也在这 呃,太大了吧 口径可以了,又长又大,它可能会软 所以说呀,遇到一款合适的笔也是很重要的 这就我们说到了工具 现在我拿着这个笔啊,说到了啊 它是个尖好笔 外面是羊毛 你看,软软的,它吸水 里面是狼嚎 啊,它毛底硬,是吧 所以说很容易就留下来 啊,咱们画牡丹的时候呀 适合用这个姜好笔来画 有一定的除水量 也有一定的弹力度 啊,我来调一调 咱们来复习一下啊 这个 你加上水之后 给它调成牛奶般的状态 牛奶般呢,只是衡量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你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呀 哎,你个因为没在现场啊 调成什么样的程度呀 这 啊,牛奶般的状态 不要太稠了 吸一点可以 好比说,哎,你说我调的比牛奶般的又稀了一点 但是话说回来了 你吸一点可以 你毛底上的水不要多 啊,你想一下 这个毛底上水很多 又去加其他颜料 它会不会糊的流的哪都是 对不对 刮掉多余水分啊 咱们再来准备两个颜色 这时候我准备一点 这是牡丹红 啊,再准备一点胭脂 今天咱们就少用一点颜色 主要是讲这个牡丹花 如何运笔 它的理论性的知识 是吧 啊,一点一点深入进去啊 这个颜色 那你是不是刮掉多余的水分了 对了,刮掉多余的水分 但是刮掉多余的水分之后啊 你的毛笔上流的还不一定是真正好的 有可能你一边调你发现 一边往下流水大 是吧 也有可能就是毛笔这一条啊 我刮的水小了 这些在你创作绘画过程中 特别是零基础的朋友们来说呀 太正常了 啊 你可以多了 把多余的水分吸掉 少了怎么办呢 毛笔去那个笔尖去再沾一点水 补点水 啊 顾名思义说了一大赏 哦,原来是 毛笔 水分多了 吸掉 水分小了再补上点水 是吧 我们都是需要总结的啊 我们来调色 这个颜色调一调 才开始轻轻薄薄的 过渡一下 让这个毛笔啊 你看 这是你加了个底色 然后你调上一层轻薄的 这个它不可能是一截红一截白 它就渗入进去了 慢慢形成了两个过渡色 对啊 两个过渡色 两个过渡色之后呢 你再去笔尖加强一下 哎,它这么一过渡 你看 是吧 又产生了一个色结 笔尖我们去加胭脂 不要加的太高 有的同学们 加这么高 你说这个 它还表现出来 表现不出来了 表现不出来了 虽然我现在呀 此刻没有说是几分之几 但是朋友们应该能感受到 第一层薄薄的调一调 并没有把前面的盖完 那咱们说句实在话 这个笔根处呀 你用不到 你画花瓣的时候 也都是大概用到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说太过于短小的毛笔 不要用了 太长的不好操作 你画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又调了一层 这个牡丹 调到这儿 你发现没有 你后面的没有把前面的盖完 所以呀 咱们在创作过程中啊 没有过多的去解释 几分之几 因为这个千朵牡丹 是吧 你要是画个作品 画一千朵牡丹 你可去记吧 一会儿三分之二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三 画个牡丹 光记着几分之几 可能就记得头疼了 我们来试一笔啊 笔尖你 稍微加一点 加一点的时候呀 你是为了加强一下笔尖的色度 而不是说 重点你是画 胭脂色牡丹 我们重点的是画 这个牡丹色的 所以我们来试试啊 那你的毛笔 是不是就可以考虑 我们来看看这个运笔 你有朋友说为啥要运笔 我不会运笔 运笔就是让你的毛笔动起来 好比说这个毛笔 你说我不运 入脂 它是这样的 它的色肩啊 在这一块形成了过渡 这是净 不运笔 是吧 这是个净 就是你没有运笔 你去往上压了一下 那我们让笔动起来 侧峰入脂 动起来 是吧 这个笔尖啊 这个色度啊 它形成一个弧线 它形成一个弧线 是吧 这个浅色的是哪里 浅色就是你的笔度 所以你颜色调的到位啊 它这个过渡色就非常好 浅的 半浅的 慢慢加重 这就是我们说的动 一个净 一个动 这是我们说到的运笔 对 我们说到的运笔 运笔分成一个净 一个动 我们再向这边来 动是动了 那你可以让它出现很多的造型啊 好比说 我来个 毛笔横着细细的柳叶状的 是吧 柳叶状的 你也可以你说 我毛笔斜着过来 我在这儿再补一笔 这是一笔 这是两笔 那你说我在这儿 那你说我在这儿再画一个行不行啊 我试试啊 你看毛笔入纸了 毛笔入纸 这不是 有了啊 向下压 哎 慢慢抬起毛笔 笔尖不离纸 再向下压 再过来 这是连笔 就是毛笔啊 没有离纸张 连着起来了 但是你发现没有 咱们的最终的目的 是画来画去 不管是一笔 两笔 连笔 咱们都是想让它呀 生动 是吧 自然 我们追求的是这个 就想让你的花团 生动一点 自然一点 不管是你通过这一个 两个 三个 都是最终的目的 就是生动自然 是吧 这又说到了 那有朋友们说 关于又说到了 切花瓣问题 这是切呀 还是不切呀 我们来试试啊 你看看 咱们再拐过来 这个弧度是一条 那这个呢 你看 是吧 那这个呢 哦 它两个有点像 是呀 你提前把这个花瓣 画出来之后 你后面的 你就可以顺着这个 感觉走了 那我们再 接着来 咱们看看画到哪里 再往这走 这个 我们又是在这 运笔着画的 是个什么呀 哦 我们画的是这个 你看啊 我们再接着来 毛笔入纸 对吧 你看 入纸 我又补了一个 啊 我补了一个之后呢 我去笔尖 我加点水的 或者说你补点底色呀 我们再来试试 再学刚才一样 把颜色调一调 这个时候 你就要加重 啊 你看我们 顺着这个弧度啊 顺着弧线 你看 来 下压 哎 这是变成了一个花瓣 哦 这是变成一个花瓣 那这个花瓣是啥意思呢 啊 这个花瓣呢 它是卷边的 啊 我们来做个例子啊 咱们又拐过来了 啊 一个花瓣是没有卷的 啊 这个花瓣是 卷了一点的 啊 来总结 总结 啊 这个是平面的 没有卷 平的 没有卷 这个是 卷了一点 这又说到了什么问题呀 这两个花瓣又说到了 角度问题 啊 就是花瓣 嗯 好比说我们举个例子 啊 这是一个花瓣 挺好看的 但是它有凹槽 这个是平面的 而这个呢 就是卷了一点边 卷的是哪里 卷的是这 哦 原来呀 我们画的这些牡当花呀 是这样的 我们放大一下啊 你看看 是吧 这个侧面的花瓣 卷边的 啊 就是我们画的这里的花瓣 卷过来的 浅浅的花瓣 你看 浅浅的 是不是 哎 这个也有 你看浅浅的花瓣 这些 哎 这一下可明白了 那这个呢 它是根本就没卷 啊 你看 你这 这一夹 你看 是不是和它一样 全当着是卷边 这个道理 我们又明白了 对不对 给它打个柱子 说到这个 卷边不卷边的 这个就是我们又 联想到了一个东西啊 这个视频呢 就是挺重要的 我建议家人们的 多看几遍 又说到了 切 切不切 切不切 这个问题又拐到上面了 切呀 还是不切呀 那一个牡丹花头上 它 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 它有的有褶皱 你看 有的有缺口 有的没有 所以呀 你看一下呀 这个牡丹呢 有的需要切 有的不需要切 就是你学东西的时候呀 咱们不要 呃 就是 太过于绝对 啊 我学的是个 切半牡丹 我哪一半都得切呀 你看这个画得好好的 就不用切了 那这个 它不太自然 好比说那一条上 你是不是可以加两个 对不对 我们想象一下 对 我们归根结底 都是为了追求这两个字啊 追求自然 生动自然 是吧 生动自然啊 所以说 咱们就又拐过来了 说到这个切不切的问题 该怎么切 不怎么切 是吧 咱们再接着往下降 好 咱们再试着毛笔 拖两笔往前走啊 侧风 侧风 我这是两笔 你看两笔一笔啊 我们来又来说到了切的问题 这是两笔 这是一笔 这是两笔 又说到了切的问题 那这个有个缺口 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切了 零基础的 先不要去连笔 来这个 两笔完成一个缺口 三笔完成一个缺口 都可以 这个学的比较稳 连笔就是说 你还不会空笔的 就先 不会走了 咱们先不要往前跑 笔尖加重 颜色加稠 你笔上如果说牵涉到切的问题了 前面的水可以有 但是前后面的水可以有 但是前面这毛笔这一点啊 哎你给它稍微加稠一点 啊 你想一下 这个毛笔上都是水 在下面也是水 水一碰水 它会糊不糊 这又说到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啊 你看 侧风 是吧 你这个中风是画线的 我们毛笔斜着哪 侧风 来 我去笔尖又加强了一下啊 我感觉这个色度不够 又补了一笔 你看这个 你顺着这个缺口就来了 是不是 啊 这个母大花就算是卷辈 卷过来了 啊 就是两笔完成了一个 卷辈的花辈 这些你想象的时候 不要想的太过于绝对 啊 老师 我的每一个花辈都得这样画了 不一定 虽然我们现在讲的特别细 是吧 自然 追求自然 也就是你不管通过什么方式 我们要的就是最后这两个字 自然 啊 我们说到切是吧 又拐过来了啊 又说到切 那这个你就顺着这个弧线走了一下 顺着这个弧线走了一下 那这个呢 我们笔尖要加重 过度 笔尖再加强 胭脂 那我们再来试试啊 毛笔测风韵笔 看着 斜着顺着原来的弧线走了 走了走到这儿的时候 你可以暂停一下 如果说这个笔尖的色度 还有 还能够把它给降住 就是说 把它能够给解决了 不会染糊 你就接着 一笔下去 你看 一丁底的一个小缺口 就把它很自然的 表现出来了 那你看看 它两个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对的 两个的效果是一样的 啊 你不管你是这样那 还是那样 都是一样的 我们又往下来 说到了这个问题 那这个 你都把缺口画好了 你顺着缺口走了 那这个呢 我们切的时候啊 来我再做两个比较 对朋友要说 感觉有点没听懂了 你再拐过来 再看一遍 是吧 不要着急 我们这个画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 控水 韵笔 调色 对不对 先说切 这个我来 测风 我们再来试一下 笔尖这时候 颜色重 稠 我们再往这来 切了一个 那有的朋友们 是这样切的 我画的特别认真 我画了一下 我再去补一点 又画了一下 又画了一下 哎呀 特别认真的 可能它出现的效果 就没有它自然 是吧 你看 优美的弧线 这个是建议 那这样去切呢 就不建议 我们又说到了美 这样美分两种 是吧 一个是自然美 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遵循规律 你看 三等份 你看多规矩 它也是美 两种美 但是这个美呀 就不建议 用到牡丹之上 太均匀了 它会比较板 但是呢 它两个都是美 所以我们用上面的美 就是要求这个线条 哎 这个波浪很自然 你看这个就 不好看了 所以你在你的牡丹之上 不要存在这样大的 这个问题 均匀 是吧 对称 咱再举个例子 咱们的眼睛啊 耳朵啊 左右对称 是不是很好看 但是可能你就画到 你画一个牡丹 啊 花瓣 左画一个 右画一个 啊 这这 这这 对称了 不好看了 那我们再接下来一张纸 咱们再接着画 啊 把这个 花瓣的叠加 跟这个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就是说到了 为什么要把它们都错开 那这一张 你看我画到这里了 那朋友们是不是可以总结一下 对不对 我们总结一下啊 画了一张纸 哦 这个是要运笔 运笔过来了 啊 这是一条滑下来 这个是我拼成的 这个是我的毛笔不离纸 连起来的 哦 它最终的目的呀 是个 花瓣 反过来了 卷过来一点 那我们最先起笔的时候呀 它是卷着的 里边的颜色呀 稍微重一点 是吧 我们觉得这个例子非常好 咱们呢 画的是卷边这一点 也就是反面的 里边的颜色稍重 我们还没画 哦 这个花瓣 一个是平着的 一个是卷着的 对 视觉感 角度问题 然后呢 我们又很自然的 说到了切 切的时候呀 你就又想到了 刚才啊 有的是这样 是吧 连笔的 你这个就顺着的弧度就切了 那这个呢 你就是 稍稍的在里面 啊 给它收拾一下 毛笔的颜色重 在这收拾一下 啊 然后我们又说到了切 你呢 要很自然的切 这个是不太自然 均匀 但是它两者之间呢 都是一种美 啊 都是 美 因为咱这个 不管是生活 还是 其他方面的 创作 这两个美都离不了 但是目前我们 画牡丹呢 要的就是这种自然美 哎 这个怪号 已经总结了 是吧 我们心里也学明白了 那学明白了 我们再拿一张纸吧 这时候我们接下 往下再讲 啊 我再往下讲 讲一下 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好不好 我把镜头拉近一点啊 我们好看清楚 这几个讲的呀 非常关键 就是我希望朋友们呢 不要看过一遍之后 再也不需要了 再也不看了 因为这些 直接影响着 你后面的作品 是不是很灵动 刮掉多余的水分 画的是不是很自然 好 来了啊 咱们又说到了花瓣的问题 笔尖加上重色 不要调的太高 你要是想画一个很淡 很粉嫩的牡丹呢 你这个颜色呀 轻薄的过度上一层 把这个笔尖处两个色度呀 不要画的太高 画的太高 一下笔 红花瓣 连个这个边缘的都露不出来 或者是说 呃 你呢 要是想真正画红色的 你稍微在笔上挑一点 你也不用去管几分之几 你就想着啊 哦 浅花瓣 重色要 像笔尖处调 哦 你想画正常的牡丹呢 那你一层一层一层的 不要把前面的给它叠加上 哦 然后呢 笔尖加强 要有一定的稠度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呀 一笔下去 糊 两笔下去 还是糊 哦 我们接着再往下 往下滑 刚才说到了切瓣问题 对不对 切瓣啊 侧风 你捏笔的时候呀 我们再讲一下 你的毛笔啊 我再试一笔 可以这样来 侧风 斜着啊 你看我的笔 我都没捏 你看 手 拖过来 抬笔 当然了 你拖的时候 你准备往哪画 画多长 你心里要有数的 那再一个 我们试试啊 你看 入指了 稍稍 你看我的手 稍稍 撵动了一点 向前抬 对不对 你这个是拖着笔 走了一下 这个是半年笔 走了一下 就如同啊 你那个 骑了个自行车 从坡上往下来 是吧 这个呢 就是顺势而下 而这个呢 也就是 自行车呀 蹬了一下脚蹬 蹬了半圈 是吧 注了一下力而已 就是注力 所以说呀 它两个都可行 都可以用 那你看 它产生的效果 是一样的了 对不对 它是一样的啊 就是讲的有点细 可能朋友们 一下子又听懂了 一下子一话 又不明白 对不对 我们再接着往下来 这就是我们说到了 运笔 你要拿起你的毛笔 是这样 你看 入指 抬起来 手轻轻碾动一点 很正常 咱们这里没有 360度的 碾滚 一边画一边 360度的碾 没有这个 稍稍的碾一点 就可以 就是为了追求自然 切的时候呀 我们再听一下 你这个时候的水很大 好比说 我来做个示范啊 这个毛笔 添了很多色 再过来 调了一下 你看 都是水 虽然纸很好用 效果很好 你那一笔下去 都是点水 对不对 那你这都是水 吸到里头 吸得很好 但是可能切的时候 你看 这是还是这么多水 你也不去加强 哦 我的天呐 它就有点糊了 但是我这个糊的 还不太狠呢 你看看 对不对 说明是啥呀 你的水呀 过大了 像这种情况啊 如果说 下面的水 你看都渗出来的 特别大 你这个时候呀 你的毛笔上 你可以吸掉一部分水呀 或者是 你再加稠一点颜色 你想要这么粗的颜色 它锁水不锁水 是吧 锁水啊 所以这就是 你又牵涉到 什么糊不糊的问题 啊 为什么老师 我的这个画糊 你的不糊 我们要会控水 找方法 这个就是方法 一呢 就是顺其自然的 切 你看 好比说 这有一个啊 你顺其然的切 二个呢 就是 你要加重色度 加强色度 把原来的 这个 不满意的地方 锁住 用颜料 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方法 还是要有的 糊不糊的问题 也解决了 就是水分 过大 过会儿了 啊 你想这么好的一个纸 如果说 很薄的 你这边画 那边 糊的一下 跑的哪都是 是吧 对 用重色 用重颜料 去锁水 去锁啊 去锁水 但是你锁的时候呀 你注意 锁水的时候呀 啊 还要 调重颜料 去给它 调匀 还要调一下 再去 那为什么呢 有的朋友们 这一画 哎呦 妈呀 哎呀 这是我一画 怎么两节颜色呀 这里都稠的不像样子 重得很 这上面呢 又淡得很 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吧 谢谢大家